徐先生 毫无理由的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侮辱 而是控诉他 侵犯我在社会上 独立生成的自由 最终在律师的调和见证下 徐碑红和蒋帝威于1945年12月31日正式签字离婚 两人离婚后 徐碑红支付蒋帝威100幅画 40幅古画 以及100万元钱作为离婚赔偿 至此 蒋帝威和徐碑红之间的感情宣告彻底结束 徐碑红与廖敬文结婚后 就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 定居北京 同年 徐碑红被查出患有肾脏病 廖敬文一直在身边照顾 在与徐碑红相守的日子里 徐碑红把自己比作孤星 把妻子廖敬文比作明月 象征着他们之间深厚的感情 而蒋帝威在与徐碑红离婚之后 于1949年 在张道帆的安排下去了台湾 因为张道帆有家事 两人一直保持着情人关系 可世事变化无常 两人的感情慢慢变淡 1958年 张道帆结束了与蒋帝威 长达30年的爱情长跑 回归了家庭 只留下蒋帝为一人孤苦度日